耳男開高了 雙就站起來啦 哈囉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台灣耳男 好啊 今天這期影片呢 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 關於西谷系這隻角色 那很多人呢在直播上會問我說 這隻角色你到底要不要抽 然後要不要抽到共鳴六集 真的要我來說的話 如果你有錢就抽到六共鳴吧 如果說呢你是一個無課玩家 你只是想說靠賽 湊齊看看能不能湊齊無野隊整隊的話呢 那我就會建議你呢 只抽一隻就可以了 沒問題喔 如果西谷只抽一隻 跟你抽到三隻 開到共鳴六會有什麼差別呢 我們也可以順便一起講一下 那首先第一個問題就是 大家會問我說 到底現在要把資源花在抽西谷系這角色 還是要去等之後 日服現在已經出 那之後也會推出的夜九未服這角色 我這邊就先來講一下 到底你應該要選擇夜九未服 還是你要選擇 西谷系 我們從西谷系的技能來開始看喔 西谷系的技能呢 你可以看到他的技能基本上 所有的BUFF 包括他救起球來 然後呢包括他 給到最後一個攻擊手去攻擊的時候 他的BUFF通通都是屬於強攻的BUFF增幅 所以呢 這個角色基本上就是 配合所有強攻的角色來使用的自由人 那這個角色如果在零圖的時候 也就是共鳴零級的時候呢 他有一個短板 短板就是呢 他的體力會消耗的非常快 所以為什麼要到六級突破 就是因為呢 他的這個技能共鳴到六級 可以減少消耗的體力值 讓他可以在場上的續戰力 比較久一點點 如果呢 你今天是打三分的比賽 我覺得你不一定要真的到共鳴六 他都還是可以至少撐完整場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打五分的比賽 或者甚至是BO3的比賽 這角色大概就一下下就早洩了 非常可悲喔 所以呢 這完全看你自己呢 想要定位在什麼情況下 要派他出場而使用 那我自己使用技能共鳴六用起來呢 我自己就覺得非常非常的有感 好那再來呢 剛剛我們前面有講到 這個角色 他是屬於一個強攻BUFF的角色嘛 那麼亂一你的隊伍裡面的角色 大部分都是打速攻類型的 比如說像是輝宇利耶夫 比如說像月島營 這兩隻呢 都是打速攻類型 當然還有一隻日向翔陽啦 這幾隻速攻類型的角色呢 那麼我就會比較建議你呢 可以搭配的是夜九衛服這角色 那我們來看夜九衛服的技能有哪一些 夜九衛服的技能呢 首先是 只要在場上的場合下呢 他就可以增加我方場上的 速攻成員的速攻威力的8% 那這個是不需要接球的條件 他只要在場上就可以直接增加這個能力 幾乎算是一個永久BUFF還蠻不錯的 然後再來是他跟輝宇利耶夫的羈絆技能喔 就是他可以再增強會與利耶夫的速攻的能力值喔 所以整體來說呢 他算是給予速攻增幅BUFF的一個角色 所以就端看你自己的隊伍呢 你想要打的是速攻 還是你想要打的是強攻 如果你想要打強攻 那你又有資源的話 我就會建議你把西谷系這個角色點到高一點 那如果說你今天是要打速攻的話 那我就會建議你呢 可以等待這個夜久衛服這角色出現 這兩隻角色呢 基本上他們的接球能力 接球數值呢 其實是差不多的喔 基本上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這就完全看你自己要如何決定囉 那如果說你已經抽到了東風 你又有田中 你想要組烏野整隊的話 我就會強烈的建議你 你必須要抽到西谷系這角色 因為有他沒他 田中跟東風能不能夠完整的發揮實力 就很重要了 但如果說你跟我一樣還沒有抽到東風 或是田中你也打算先擺一邊的話 那我就會建議你呢 你可以考慮等待下一池 等到我們的夜久衛服這個角色出現啦 那這大概就是呢 可以供大家去挑選的一些小建議 那大家就可以看你想要組哪一隊 那當然呢 如果課長的話就鈴鐺別論了 我們這集影片是給資源有限的人看的喔 所以如果你的資源是無限的 我一定是建議你兩隻都抽啦 因為這兩隻呢 他們還有一個最重要的羈絆 那就是這兩隻如果都有的話 他們會有永遠的能力加成 也就是接球能力呢 再加5%喔 所以這個呢 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好不好 所以有資金的話 就把這兩隻抽好抽滿 啊如果沒有資金的話 折一隻就可以了 好那再回答大家一個呢 關於潛能的問題喔 因為有很多觀眾在影片當中問我說 呃 西谷系或者是其他角色 到底要搭配哪一種潛能 那這邊呢 也一併回答大家喔 西谷系 我比較推薦大家 可以看對方的陣容來決定 你的潛能要如何裝配 比如說 像對方的陣容 如果你一看他幾隻角色 就是打快攻的喔 比如說他有月島 比如說有惠於利耶夫 我就會建議你的西谷呢 可以裝這一顆 因為這一顆 他有專門針對對方的快攻 扣球的時候 有接球威力增加喔 那這樣子呢 就可以 如果對方出招是出快攻的招的時候 他接球的機率就會非常高 那對方如果是強攻的話呢 那我就會建議你呢 這個 或者是這個技能 其實都可以喔 那 但這個技能呢 其實老實說他發動條件 我覺得算是有點嚴苛 因為他必須要在自身接球的結果 為perfect的時候 才可以有加成 所以如果你沒有perfect的時候呢 這個技能我覺得就有一點沒有用了 但是畢竟 自由人這個角色 就是要拿來做接球的嘛 所以呢 我覺得這兩個潛能呢 端看對面的隊伍類型 來決定你要搭配什麼樣的潛能 那另外呢 請記得搭配潛能呢 盡量 盡量去湊滿四件套 四件套 因為目前呢 大家可能還沒有到30 還沒有辦法開這個第六格喔 所以呢 再怎麼樣多 你頂多就只能開到四件套而已喔 那這個四件套呢 他本身的這個技能 又會再有一層buff 那千萬不要去組兩件加兩件套喔 除非你真的吃飽太鹹喔 那你再去組兩件加兩件 目前最強的一定是四件套的潛能 好不管呢 你是隱三盡量出四件套 像這樣四件套 像這個隱三 你給他發球不會失敗的話 他就很少機率 會直接打到對方的場界外喔 然後就造成馬上11分 送分給別人的情況喔 所以呢 記得 潛能 我們盡量去分配出四件套 那相信大家抽到現在 應該已經抽到不少潛能包了啦 所以呢 利用這個潛能呢 可以幫助你的角色呢 再更上一層囉 那至於潛能要不要升級呢 其實升級啊 都只是針對這些小數值呢 做加強 所以這個數值加強的部分 我覺得就有點可有可無喔 主要還是呢 大家要先去湊出這個四件套比較重要 那至於資源要不要升在紫色的潛能上呢 我的建議是啊 這個升級一次啊 真的要花蠻多的這個潛能點數的 所以我建議大家呢 可以先把數值呢 升在金色的上面就好 啊 除非你真的錢太多 你想要升這個紫色的 那當然也是沒有問題啦 OK 那這大概就是呢 關於潛能系統的一些簡單的介紹 所以記得 我們盡量去拼湊出四件套的潛能喔 這樣的角色 整體的能力呢 buff就會非常非常的多喔 好那再來下一個問題 很多人會在直播裡面問我說 我抽到了大帝又一隻 請問我是要給大帝吃掉 還是我要把它分解掉 這種問題呢 記得一律請把角色 給同樣的角色吃 不要猶豫 因為開共鳴可以讓角色 有質變一般的成長 包括這些技能 你只要共鳴一上去 這個技能共鳴開下去 不管是基礎屬性 不管是這些技能共鳴都好 都會讓這個角色的強度 增幅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呢 不要猶豫 一律都是給同樣的角色吃 那你說萬一我抽到的 是四股五人這個畜生角怎麼辦呢 那我只能說 完全就看你自己的喜好了 我的建議是呢 畢竟他是SSR 要抽到還是有難度的 所以像這種珍貴的角色 我建議一律都不要把它分解掉 因為你呢 如果是把它分解掉的話 會發生什麼後果呢 我要把任何一隻角色去做分解的話 我只能拿到五張這個高級禮卷 你要整整20張 你才能夠去兌換一個長高高牛奶喔 所以呢 其實你要四隻SSR 你才能夠湊起一個長高高牛奶 等於說你平常只要一個角色 就能突破的事情 結果你要花四隻角色來做 我覺得非常不划算 所以我個人認為不管如何 我都一律不建議把角色分解 那你說我抽到岩拳一 岩拳一很廢 我把它分解 那是現在 但之後也許會再出其他角色 像現在日服已經推出了 穿對服的狂犬這個角色了 而且這個角色呢 他跟我們的岩拳一 還是有羈絆的喔 所以呢 我會推薦大家呢 你只要抽到任何一隻SSR 都請你把他留著 都不要分解掉 因為你不能夠保證 接下來他出了其他角色之後 這個角色有沒有可能突然又有用處了 突然又buff了 突然又變強了 所以這個是我的小建議 我建議大家SSR的角色 一律都不要去分解掉 那之後我們也會專門做一集影片呢 來介紹一下 關於青葉晨曦的一些角色羈絆喔 讓大家呢 可以提前呢 為即將到來的角色呢 做一些準備 那如果SSR的角色不要分解 那SR又如何呢 這邊呢我會建議大家 所有SR的角色 請你解完成就 再分解 我們點到螢幕的右下角 這邊有一個榮光之道 在台服這邊呢 叫做榮譽之路 榮譽之路呢 你點進去這個球員榮譽裡面 把所有你想分解掉的那個SR角色 打開來看一下 比如說我想要分解黃金川 我可以看一下我的這些成就 都達到了沒 如果都達到了 請你再把這個角色分解掉 所以像有一些比較珍貴的角色 像黃金川 還要到60等才能夠分解喔 像是青根 他就只要到40等 我就可以去做分解了 所以我如果有SSR的上位版本 我還需要把它練到40等嗎 我認為還是要的 因為呢這個榮譽之路裡面呢 其實還是有很多的資源去等著你去拿的 這些資源呢 全部加起來其實也是不無效補 所以我強力的建議你SSR的角色呢 還是不要隨便分解掉 好那以上呢 就是關於角色要不要分解的 今天這部影片的最後一個問題啦 那感謝大家收看今天這部影片啦 那我是台灣人男 我們下部影片見 大家 掰掰